我的措施論文寫的是 好萊塢文化對全球的影響 所以我大概知道好萊塢他們怎麼樣請全力 就是國家的資源請全力在往這方面發展 台灣有很好的劇作家 然而我們的市場真的很小 要談到消費的話 就是從藝文上的消費的話 它通常是在你要一切富足了對不對 家裡面一切都安定了 你才會去花那個錢去消費 所以經濟要好起來這是很重要的 然後要向下培養 就是要讓孩子從很小就開始關心 文化這件事情 要讓他們看戲 讓對於藝術的追求 其實要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培養 還有一個就是藝文產業 尤其是戲劇產業其實是很花錢的 還有它需要很多高端的高科技 老師您跟郭農當選的話 你們也會把這個 因為藝術的藝術的藝術產業 當然了因為夫人她自己也是 她是一個舞蹈家 所以我們都相信這個 不管是舞蹈啦 音樂啦 藝文啦 書啦 這些 銀藝 事業啦 這些都是對於我們民生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那它一定需要國家來支持 否則的話 就像我講的 當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誰還會去想到這些娛樂產業呢